根據泰媒報道 泰國曼谷一名54歲獨居女子 8月22日晚 不將自己反送在浴室長達3天 期間她多次呼舊 仍無法脫困 絕望的她用黃色雨霜 在浴室牆上寫下遺言 向親友道別 她提到 為了生存我喝了自來水 我試圖叫開浴室門 我試圖大喊大叫 但也沒有人聽到我的聲音 幸好在25日 一群警員趕到現場破門移入 逐層搜查並聽到3樓浴室傳來敲打聲 於是衝到浴室把受困婦人救出 婦人目前身體狀況良好 原來受困婦人的妹妹和姐姐失去了聯絡 因此報案求助